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杜与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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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了一会儿之后 他终于看出是什么镜发了 这个镜发的名叫做绿丁六甲奇门镜 这个镜发是奇门当中的复合形镜发 是以绿丁和绿甲作为基础 然后再组合 绿丁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丁某 丁智 丁味 丁友 丁害 丁丑 在道家里面 绿丁就是阴神 而绿甲就是 夹子 夹率 夹身 夹五 夹神 夹人 就是阳神来的 绿丁六甲就是阴阳神 乃是道教的护教神像 但是神位就不高 很容易被道士召唤驱使的 尤其是在北方的撒满教 他们就很轻请神的 请的多数就是这个绿丁六甲神 绿丁六甲夹在一起 有阴阳颠倒 蒙蔽人五感的能力 所以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那些道士一跳落巨石就不见了 不是他们真的消失了 而是秦宇的势力被蒙蔽住 好了 知道这个阵法什么来路 他笑了一笑 绿丁六甲复合阵的难点 就是在于蒙蔽五感 想要通过就唯有眉上眼睛走 那当然 那六个道士就不会让自己这么容易走过去 若然比较是我是道士 我肯定在下面放那些脚底按摩的板就刺一下你 秦宇这个时候拍了小狗说 小狗 这一关看你了 小狗 这一声 举起的爪子意思就是说没有问题 想要破这个阵法有一个方法 就是请绿丁六甲神上心 一上心 这个阵法就一点阻碍都没有了 只不过 请神需要的步骤就很繁琐 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 所以他有另外一个想法 六丁六甲可以困住他 但困不住追影 只要追影在高空帮他指路 而他眉上眼睛走就是了 反正追影和他心灵相通的 可以在他脑里面说话 至于那六个道士 秦宇望了眼小狗 有小狗在这里 那六个道士算得上是什么 想到这里 他不再犹豫了 右手一样 轰一声 追影再次飞了出来 飞到巨石上面 在上空盘船 同样 在阵法里面的六个道士 他们看不到外面的景象 哪怕秦宇站在巨石前面 只要他没有走进去 那群人就看不到他 那自然追影他们也看不到 秦宇说 小狗 我们走了 说完他就眉上眼 同时 他封闭着的 还有身上另外四个感官 不敢一闭 他就走进去巨石阵里面 当他走到第一步进去 只见到一道光芒 就打在他那里了 这道光 是一支佛臣发出来的 而佛臣后面 还有一个道士的身影 眼看着佛臣就要打到他身上 小狗突然跳射出来 寒光一闪 听到啪啪的声 道士手上的佛臣断成两折 但是秦宇呢 他依然没有任何的反应 他听着上面的追影 听着他的指挥 闭着眼睛 继续走 小狗打断了那支佛臣之后 又回到巡羽肩头 他摸大眼睛 整个看奸仔 四周围 注意着一切的动静 咻咻 又两道白光打过来 这次小狗没动 但他发出一声奴敲 声音日出 整个大地震动了一下 而那两个道士呢 直接噗一声 一口血噴了出来 然后暈了在地上 若然秦宇的五感没有封闭着的话 他一定可以听出来 小狗这次的奴敲 好像当初他召唤出法相今生之后 发出来的怒哮声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究竟他可不可以顺利过渡这一关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了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超品上司 作者 九灯和线 由陈嘉琪播讲 第六班四十四章 第五关 若然秦宇的五感没有封闭着的话 他一定可以听出来 小狗这次的奴敲 好像当初他召唤出法相今生之后 发出来的怒哮声一模一样的 而除了暈在地下的两个道士之外 另外的四个道士也不太守 他们整个人温温顿顿 手里握着的佛尘也都跌在地下 而且 这一声的影响不单止在这里 在封顶 很多人都听到一声怒哮 他们说 什么声啊 好像野兽发出来的 我觉得有点像老虎 但是这里 为什么会有老虎呢 而在这个时候 盘腿坐在三清大殿前面的张继鱼 第一次睁大眼 他的眼神 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很快又躲起来 如果没有认真看的话 其实根本没有人发现他刚刚睁大眼的 而在秦羽后面 刚才经过的第二关的老道士 他很奇怪地看一看前面 然后又看着包师傅 他说 齐鸣耳孝 不通 是有通灵之手吗 嘿嘿 你不要看我 我都不知道 不过 我相信秦师弟可以过到六关 哼 就算有通灵之手 又行啊 通灵之手 都有年龄之分 这把声 还很自劣 应该 是幽年期 最多 就是五品后期的实力 过不到天师那关 嘿嘿 那我们就放长双眼看了 而这个时候 在六丁六甲阵这里 当几个导师反应过来 秦羽已经走走了 六个导师你眼看我眼 其实应该不是六个的 有两个暈了的嘛 作者又写错了 四个导师你眼看我眼 都觉得很惊讶 最后有个导师说 呼 风离炮呢 又会一声离炮声响起 第三次 风顶的人有点麻木 又或者说他们接受了这个事实 他们现在更加关心的是 会不会有离炮声再次响起呢 走上去的时候 秦羽一边摸着小狗的毛一边就问 哇 小狗现在你这么厉害的 你不用出发相都可以这么喊的 小狗好得气的不停在这儿笑 然后闹大一对眼 瞄一瞄后面 串啊你 扮傻似的 秦羽哼了他一下 搞得小狗好不happy 新的爪子出来 嘻嘻地在这儿换 两个人玩了一大烂餐 终于走到转角位了 他把小狗放回肩头 神色再占得凝重起来 他知道前面就是第五关 转过山咬之后 他见到有三个白发老道士盘腿坐在那儿 这三个老道士背对着他 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就好像完全感觉不到他来了一样 不过秦羽的神经就崩得很紧 这三个道士给他很大的压力 他们是进了五品境界的了 虽然他们没有反应 但是散发出来的气势 还是被他捕捉到 秦羽蒙起了眼看着他们 哼 他们才是天师傅真正的依靠 他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张天师这么自信 会请玄学界的人过来参观 亚人 秦羽只是四品上司境界 四品挑战五品 而且是以一敌三 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秦羽另了另头 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无论到时第六关是谁来守 他现在面对的是如何闯过第五关 三位五品境界的上司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那倒是 就算是只抽也麻烦 何况群抽 左边有个老道士慢慢站起来 他说 走去吧 来到这儿 已经证明了你的天父 你走了 我上来龙虎山 不是为了证明我的天父 我是要来奏一个公道 既然你不肯自己走 那么老道唯有送你下去 说完 老道只双手开始捏手印 秦宇见到他的手印 同样不敢怠慢 双手很快地捏手印 四品和五品的差距 就算你天分再高 都尼補不了 老道只双手向前一推 然后一拉 秦宇感觉到四周围的气场发生变化 他说 对我没用的 他左脚向着地下一扔 然后脚尖在地面画了一个太极的图形 当最后一笔画完了 秦宇四周围的压力马上就消失 老道只说 果然有点了 果然有点了 怪不知 可以以四品的修为来到这里 不过 好戏刚刚开始 白发老道只双手的手势再变 这一次 他变化得很快 只见到 无数的光在他手中闪上 秦宇从来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 面对着警戒给自己高的对手 他更加喜欢的是先发制人 手一样 脚尖就出现了 他直接向着道士劈进去 他现在是四品后期大圆满了 这个时候 脚尖发挥出来的攻击力 已经是达到五品上司的境界 加上 脚尖本身也是攻击型的法器 一股充满攻击性的能量 就打到老道士那里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老道士苍茫之下 唯有将手印直接打出去 啪 两度能量在胸中相撞 撞到老道士向后退了两步 他穩住身形之后说 供击型法器 奇怪了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法器 竟然可以令到四品上司 发挥出五品上司的实力 这些法器 他听都没听过 秦宇和他交完手之后 心里面都有底 有追影在手 这个老道士不够他打的 不过 他很快就瞄着另外两个道士 这里不止一个 老道士见到他的眼神 扩闹事 看我不起 他说 你不要这么得戏 你只不过 是有法器的优势 但是五品上司 不是你轻易可以打败的 讲完 他不再犹豫了 脚踏光暴 整个人情露目金光壮 他周身的气势 开始暴障了 只不过 他又犯了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错 秦宇是不会被动的 在老道长气势 攀升的时候 秦宇又出手了 一剑或出 甚至不需要准备的时间 他随意一击 都可以去到五品上司的境界 啪 老道士今次闭家火 整个人向后退了足足七八步 他等等等等等 退到山道的一边 差点跌下去了 这个时候 他才稳住身影 见到这样 在中间和右边那两个老道士 也都轮转头 书带 不用家 见到这两个道士的样子 就像是变了 他们两个的样子 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又或者这么说 一个面上的皱纹多些 另外一个稍微少些 不过若然没有皱纹 他们根本是妈公仔 中间的道士说 不愧是号称 元学会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到床内寻 以四品上司的境界 可以走到你这里 虽然说有发气帮手 但是都足以自傲 秦宇说 你跟着是否想说 我来到这里就到此结束 不要废话了 出招 说完 他把追影一样 他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过了前面四关 加上山的时间 加上山的时间 已经没有了三个多钟了 对于他的体力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而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气势 现在提了上来 他希望可以一鼓作气 闯过第五关 而不是跟那些老道士 在那些婆婆妈妈浪费了那些气势 那个道士说 既然那么不知好仔 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他生气了 很久没人敢用这样的语气 跟他说话的 更何况 是这条年轻人呢 这条年轻人的年纪 做得他酸的了 他说 两位书仔 一起上 秦宇心想 我顶 真的不要面 说就说到大意想言 最后又是人多欺人少 好了 究竟第五关 他可不可以顺利过骨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你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超品上司 作者 九灯和线 由陈家琪播讲 第645章 一人一剑一授 他生气了 很久没人敢用这样的语气 跟他说话的 更何况 是这条年轻人呢 这条年轻人的年纪 做得他酸的了 他说 两位书仔 一起上 秦宇心想 我顶 真的不要面 说就说到大意想言 最后又是人多欺人少 他不敢大意 插实了影 望失这三个老人家 而小狗这个时候 也都是动得起 呈攻击的状态 右边那个老道士 拿着一把桃木剑 他开始念咒 等等等等 他念了一大餐咒 这个咒是什么咒 秦宇听出来 是杜家的航魔伏鬼咒 他是第一次 跟道士斗法的 相比起以前遇到的敌人 在法术上 龙虎山的道士 也有天生的优势 他记得 当时跟陈建峰斗法 两个人比的是 对地势的控制 苟字真言 陈建峰只不过 是学到一些皮毛 但是眼前这个老道士 对杭摩伏鬼咒的掌握 已经去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一道紫光 在他桃木剑剑尖那里闪现 这里吻含的能量 简直令秦宇惊讶 这个时候 中间那个老道士 又开始念咒了 吻吻吻的能量 吻吻上帝鸣 收叶不证实 所有离兵将 急速赴吾身 吻吻吻吻吻吻nin 风吟 如有为命者 严灵哲不容 摄乎灰缸下 化为清净风 急急如欲黄上际 只见一道金光 遁入这个老道士身体里面 他的气势 一瞬间攀升去到顶峰 一股威压 在他四周围散发出来 令到两边的树木都弯了腰 秦宇深想 忠孝五雷母猴蜜咒 这个咒法失存了 但是想不到天师傅竟然传承了 另外 忠孝五雷母猴蜜咒是厄龙先生所创的 其实是一套兵阵来的 五雷指的并不是雷电 而是指关 张 马 王 赵 五大雷军 五虎猛将 这个老道士用厄龙先生创的咒法来对付自己 大哥 有没有搞磨 秦宇想都不想 双手猎缺 陈劍峰之前施展的九字真言 这一次在他手里面出现 秦宇说 臨 兵 斗 者 阶 阵 列 载 千 他体内的念力疯狂地运转 而追影在他头顶 也都赞放出光芒 形成一个剑圈 游戏史上来看 他一点都不差过这三个道士 第一个出手的是左边的道士 他手里面的陶木剑突然放大 向着秦宇就劈下去了 为什么他会放大呢 因为有寒魔伏鬼咒的加持 扩大的那部分其实是念力所化的 秦宇说 臨 兵 斗 者 他用四字真言一挡 啪 两道念力相撞 秦宇整个人向后退了三步 而老道士只是身形一动 然后又脚踏肝部 一剑向秦宇刺过来 与此同时 左边的道士也行动了 他双手捏了一个很奇怪的手印 引起雷啸之声 突然 一道惊雷在他头壳顶出现 拼啪 劈下来 秦宇感受到上方的雷电 他的神情变得很凝重 很明显 左边的道士 之前虚了底 现在开始生气了 直接就落杀手了 秦宇说 小狗 小狗担高头望着上面的雷电 眼神当中 闪过一丝不闪 只听见 一声震天的哭声再次出现 小狗竟然冲到雷电 一白一指两道光在空中激烈碰撞 而就在小狗发出哭声的那一刹那 三个道士的动作一盏 秦宇想都不想 他说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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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口气把最后五个字全部说了 五道光环在他手中出现 然后就向着拿劲刺过来的老道士打起来 醉影这个时候也动了 他的目标是中间的老道士 中孝五雷母猴物咒是厄龙先生所藏 醉影对他就最熟了 他的剑尖带着空间的扭曲 直似老道士的天门 一人一剑一手 分别迎战三个老道士 噗噗噗噗 录到能量碰撞 将你一片区域的气场 彻底打爆了 这股波动 就算连山顶上面的人都察觉到了 那些人说 发生什么事 哇 好强的能量碰撞啊 下面搞什么鬼啊 这一刻 无数的飞鸟在树林里面飞出来 快速地飞向其他山峰 而很多小动物都拼命地跑 离开那片区域 飞沙走石 就算连地上的地板也出现了归联 一直盘腿坐在三清大殿前面的张继鱼 终于坐不定了 他第一次在地上站起身 看着山下没有多远 一个山道转弯位 能量的碰撞就是由那里产生的 他当然很清楚 那里是第五关 而在山脚 张子原来看着山顶的方向 他说 竟然可以跟三位五品上司 拼个理性和 杀利 他是怎么做到的 哼 师弟 我就知道你得的 当初那个人做得到 你都可以做得到 包师傅就很开心了 眼神当中也有点激动 龙虎山有几巴币 就只有见识过的人才知道 而刚刚得那么巧 他的师门前辈 就曾经有幸见识过 好了 讲回这边先 最先离开战局的是小狗 他一声 整身的无法动起 虽然他是矮似得得的 但是这一刻 那道鲸雷在他的身躯底下 已经完全发挥不了作用了 他一掌拍下去 将到鲸雷按在手掌下面 那道经历 就好像一条幽隐仔那样 完全没办法挣扎 旁边的老道士 一声 一口鲜血喷嚼 整个人打在地上 他整块面青了 双眼无神地望着小狗 小狗这边 算是解决了对手 那追影这边又怎样 忠孝五雷武侯物咒的功用 就是请五神上身 使用者在举手投足之间 都可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只不过 追影跟了武侯这么多年 对这个物咒就再清楚 不过 几乎是一路压着老道士来打 老道士就毫无进攻的机会 只有招架之力 只听见 一声轻微的碎裂声 老道士身上的金光 终于被追影击碎了 哎呀 他被左边的道士 还要惨 他完全挡不住追影的攻击 向后飞了十几米 啪一声 撞了在一棵大树上面 才停下 整个人暈了 那和秦宇打的老道士 见到自己的师兄和师弟都输了 哎呀 躺在地上生死未卜 他生气了 喝到说 寒魔伏鬼 斩 斩 斩 这次是他拼了老命的了 整个人的念力 凝聚在最后一击上面 狂暴的能量 在桃木剑的带动底下 向着秦宇就涌过去了 只有一瞬间 秦宇面上面出现了一道血丝 那是因为 他已经被扭曲的气场卷伤了 不过 他的面子也是很僧灵 双脚几乎是深陷地下 他对手很快的结手印 他说 和我波 在桃木剑弼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凝聚出九道光圈 九字真言做一次施展出来 当九道光圈出现的时候 他整个人已经驱脱 直接坐在地下 他只能够看着 这九道光圈影响桃木剑 谁声谁呼 就看这次 双脚 桃木剑直接刺穿了四道光圈 但是触碰到第五道光圈的时候 速度终于慢下来 去到第六道光圈 桃木剑就瓶了在那儿 不可以再向前推进了 老道士轮大对眼睛 怎么搞错 只见剩下的三道光圈 直接将桃木剑吞射 然后 那三道光圈突然间发光 撞向老道士 啪 这个老道士 和他的师兄一样 直接飞起来 啪啪 一跌跌了十几米远 生死未卜 就是这样 第五关 秦宇 追影 小狗 一人 一剑 一兽 终于合力闯过了 能量的碰撞终于停止了 山顶的人 大气都不敢休息 看着下面的转角位 等待结果 突然间 听到下面有脚步声 所有人望实那里 而在大殿面前 张继玉也都睁大眼 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脚步声越来越近 也都越来越响 烦恼他们整班人 带着棋盘的眼神 眼都不眨 望实那树 而另外一边 桂泉也都在握拳头 他那样好激动 这个时候 阳光靠过遮掩的云层 抛射下来 透过树林的间隙 刚好射在转角的位置 一道瘦削的身影 终于在那里出现 这个人当然就是秦宇 那究竟秦宇 过不过到第六关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欢迎各位听友 我是这部书的主播嘉琪 多谢大家收听我的 鬼神宠粤语语版 和超品上司粤语版 为什么会是录这期的彩蛋 原因就是 我和赵继斌 亦都是斗破仓穷的主播 是开了一个群的 这个群反响非常热烈 我们现在就是追加开疑群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群 和各位听友们 进行一些交流 我们在群里面 亦都会分享一些 我们平时去录 这个有声书的趣事 还有有一些在有声书 小说当中听不到的桥段 我们都会放在群里面播放 都挺吸引一下 欢迎大家去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只需要在微信上面 加一个好友 这个好友就是我们的小客服 《愿小喜》的微信 微信号是 《粵语史玛拉雅》的传拼音 就是YUEYUXIMALAYA 《粵语史玛拉雅》的传拼音 你就可以加到我们的小客服 《愿小喜》的微信 然后等他通过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拉一次朋友 希望你如果想和我们 在有声书以外进行交流的话 就加入平时我们有空 都可以一起吹吹水 同时都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号 《广州陳瓜皮》 这是我的个人喜马拉雅账号 在上面有我其他的有声作品和节目 因为除了港股之外 我还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 都会在上面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节目 和一些搞笑的音频 希望你喜欢 喜马拉雅搜索 广州陳瓜皮就可以找到我了 我们下期再见 喂 入群了吗 如果想和超品上司主播 加旗互动 马上入群 微信号添加 粤语喜马拉雅全拼音 加我们的喜小悦做好友 避注超品上司听友 就可以马上入群 蒙铭星 我最认刺你 哈 你个死巡鱼 脆脆脆 就这样吧 我们入群再谈吧